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事实上也比较焦虑 那是一般用药事实上只有一个原则 只要间隔四到六个小时 四到六个小时间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每一种药它的效果 它的作用时间有所不同 那也因为气形的短效跟长效也有所不同 那包括甚至于在每一个药品的治疗过程当中的疾病 针对疾病包括所谓的适应症 那用法也有所不同 那必须依照医师的指示跟药师的叮咛 加上每一个药品有不同的 包括每次每日的最高剂量都有所不同 那甚至于每一桌 一个药品在每一桌的使用剂量 最多都有规定的 那事实上我在专业的人比较建议 不要擅自做制作主张 甚至于有一桌药品 就是常常会出问题 也是在这个地方 那必须根据个别的医师的指导用药 那甚至于在这边特别提醒 任何药物包括药物之间的作用 都有交互作用 那有一些是强烈的 有一些是比较没有明显的 是比较轻微的 所以结论 药品与药品之间 包括药品与保健产品之间 药品需要与中药之间的一个建议时间 会比较建议 一到两个小时时间会比较安全 那主要使用时时的时候 要千万记住 要用白开水来服用 会比较适合 那遇到有一些过敏现象 包括所谓的什么是过敏 就是起红疹子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一定要立即停药 立即停药 那尽快回诊 切记生病找医师 用药问药师的正确观念 好 药师刚刚已经帮我们回答了 要间隔多长时间 还有不同药物的一些交互作用 那像刚刚药师提到 有红疹的问题 就想请问药师 看诊的时候药都会确认说 有没有可能会针对某些药物过敏 那我们要如何去分辨药物过敏 跟副作用的问题呢 我想这个也常常 我们在药室职业过程当中 执行很多的民众 对过敏跟副作用 往往会有搞不清楚的状况 这也比较难 因为这属于比较专业的部分 我们就在这边分享 让各位民众比较清楚的简单易懂的部分 什么叫药物过敏 什么叫做副作用 这个就是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所造成的 药物过敏就是所谓的服用或产生引起过敏的反应 这个大概就是体内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产生一个防疫跟所谓的攻击的反应 产生过敏现象 那过敏反应通常是一个药物的跟剂量 比较没有相关的 不管你使用轻微的剂量或者高剂量情况下 过敏就是过敏了 这个与个人体质比较有相关 那因为因此不容易疫情 一般过敏是比较不容易有所疫情的 药物过敏反应可以分为立即行跟所谓的延迟行 立即行就是吃进去以后几分钟内 马上立即产生反应 那延迟行的就是产生 头以后甚至几天甚至一个礼拜后才产生反应的 当某一种药物产生过敏的时候 我们要切记对这些药物的一个化学结果 当然化学结果的部分是交给药师专业人员去判断 那不是换药而已 那产生这个病息记录下来 因为你即使在换相同的药品 也可能造成化学结果类似的情况下 也会造成过敏 所以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 叫做交叉过敏反应 那什么叫副作用 副作用很简单 就是你本来的主要的药效 你非疫情的期望的作用 超出你疫情期望作用 这个就是副作用 那药品的副作用往往产生的 发生力跟所谓的因人而异而状况 那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产生的 副作用不是每一个人而产生 但是跟剂量 是有相关的 跟药品的剂量是有相关 剂量越高 副作用出现的频率 剂量就产生剂量就越高 那人体有时候会因为某一种副作用 通常服用过几次以后 会产生慢慢的产生拖冷时 就产生的耐药性 会产生耐药性 会开始好转 那过敏不一样 过敏只要过敏的话 你这一辈子可能就对这个药品 会产生过敏 那副作用不一样 你吃进去这一次的副作用 跟下一次吃同类的副作用 会因为你产生了耐缩性 会慢慢的减低 那但是要千万记住 我现在副作用 对人体身体会影响很大 那甚至也会破坏红血球 降低免疫系统 这时候就应该立即停用 立即停用的部分 那往往我们看副作用 跟过敏反应 我们要如何来判断 过敏反应通常会产生 一个皮肤会先产生红 红疹的部分 发痒会产生发痒 那第二个眼睛会肿胀 那再过来会有心剂 包括呼吸不顺畅 这时候严重可能会休克 甚至于造成死亡现象 所以过敏不应该服事它 应该要立即回诊 立即回诊 那副作用就有所不同的 副作用你只要看药品 所有的药品都有一个访单 访单是会特别提醒你 有一些可能十分之一 甚至于千分之一的激励可能会发生 但是不一定会发生 所以不用太在意 但是你要刻意 不是刻意 就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副作用往往会产生恶心 呕吐 那甚至于会有一些胃肠不适 包括腹泻 便秘 那甚至于头鹰 耳鸣 甚至于睡眠障碍 那医药物都不同 耳右手 落差 但是这边还提醒一下 哪些药物又比较容易产生过敏 往往一般的抗生素 包括肥肋固醇治剂 肥肋固醇的抗发炎剂 就是所谓止痛药 这会比较明显的胃肠障碍 跟肝脏 立不方形的一些影响的部分 另外所谓咸饮剂 那因为往往检查 必须有一些食饮剂的使用 那包括血液治剂 这个会比较容易产生过敏的现象 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 那这边我们要看一下如何处理 一般过敏反应跟副作用 我们要如何处理 如果一般民众 甚至于家中的一些亲属朋友 发生这种状况 我们应该提醒 如果只要过敏反应 应该立即停药 因为药带上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药带上的一些信息 不应该丢掉 药带应该留着 这时候药带上有一个信息 就是知行电话 知行电话 你可以马上打电话 回诊打电话 到那家诊所或那家医院 他有药师专门在处理这一块 他会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 那发生副作用的情况 因情况而定 如果副作用是比较轻微的 你暂时可以忍受的 那只需要观察就好 如果是很严重到 比如说脚痛 或者是一些呼吸困难的 这时候你应该马上立即回诊 立即回诊 那如果病患 曾经发生过敏的状况 应该叫药物的邪名 商品名记录下来 那每一次就诊的时候 拿出来给医师 给药师观察一下 那这时候就可以避免 医师再次处方过敏的药物了 大概以上是这样的提醒 过敏反应跟副作用的部分 好 谢谢医师跟我们讲一下 过敏跟副作用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 今天的重头戏 5914的解惑时间 其实网友问的很多问题 其实都是由药师来回答的 那我们这次整理几个 最常见的药物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 就有很多网友想要问说 事前避孕药 应该在什么时间开始使用呢 好 我想避孕药这个部分 避孕的观念 到目前落差还蛮大的 虽然我们是先进 也算是先进国家 但是往往我们现在发生 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一般年轻人 包括一些成熟的 中年男性 女性都是一样 对避孕的概念 不是那么的完全了解 为什么敢讲这样子 我在网路上打醒一万多个题目 发现有三分之一的题目 是集中在这一块 集中在这一块 我想这个是从学校教育 包括卫护部这边 应该我们要加强 包括药师这边 也应该医师跟 共同来努力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避孕药 避孕药它有分两种 一个叫口无避孕药 往往把它归列在口无避孕药 口无避孕药就分为两种的部分 一种叫做事前避孕药 一种叫做事后避孕药 我比较焦虑的部分是在哪里 往往一般的现在 知识比较切法 专业切法状况下 都是使用事后避孕药来 叫补救 事后避孕药是一个补救的措施 补救的措施 不应该把它弄得长期 规律的平常在使用的 那是完全错误的概念 那今天我们把它列入 在事前避孕药的作用基础 我们先了解 避孕药的作用基础 你就知道怎么处理的 避孕药最主要是抑制排卵 抑制排卵 那干扰子宫内末的生长 那包括抑制胚胎的左床 那增加子宫年末的一个联稠度 让精从没办法进入 这个就是避孕的方式 那我想这样的一概念 是需要持续使用 而不是短暂一两天 那一两天 那叫做事后避孕药 那只要按照常规使用 只要按照常规 就是药带 就是避孕药上面有一个访单 它有一个指示 有21颗 有28颗等等的 那只要按照服用方法 持续使用 而不是第几天有效 往往很多的民众会问 第几天才有效 是不是吃进去以后 马上一定有效 那是完全错误的概念 事前避孕药 使用在第七天以后 才会产生效果 第七天以后 那七天以内 这个不完全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时间 这时候就应该使用 最安全的保险套的方式 那避孕药安全 是目前最安全的是 避孕方式里面 最安全的方法 这个可以 鼓励使用的 因理性也有采取自主权的部分 那最好每一天同一时间服用 不要说今天早上使用 明天是晚上使用 这样的血中浓度会有落差 对所谓的保持 避孕的效果 会有一定的风险 那保持血中浓度 这个概念是一定要有的 那如果没有每天服用 避孕药可能就失败了 避孕的方式可能失败 那未婚女性 我在这边还是要建议提醒 最好采取两个方式 第一个自主性的避孕药的方式 常规的避孕药 第二个所谓的保险套的使用 这个叫双重防护 这对女性朋友 我想比较安全的一个保障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避孕药的状况 那刚刚医师有提到说 如果没有每天服用 就会失败 那如果说一天我们忘记吃的话 该怎么去补救呢 好 往往这个议题还蛮大的 很多人都在集中 也在这一步行问这个部分 因为工作繁忙 或者是一些理由的部分 他们会忘记舒服了 舒服了 那舒服一两天是没有问题的 舒服一两天是没有问题 那现在我要引导各位 比较正确的概念 如果你忘记服用病药 应该怎么补服 但是以一天不超过两倍的剂量为限 就是以不超过两倍的剂量为限 那忘了第一天 忘了第一天 你在第二天任何时候想到 就补充两颗 任何时间是 第二天想到任何时间 就补充两颗就对了 那第二天如果遗忘两天了 比如你有忘记两天了 那忘记两天怎么办 应该在第三天 第四天联系使用两颗 每天使用两颗 以确保血中浓度的维持 那如果遗忘两天以上 这时候可能就 NC会提早来 NC会提早来 那如果没有来 我认为这时候就采取比较安全的措施 就所谓的保险套的方式 那剩你的药品怎么办 就丢弃 在NC来第五天后开始服用 这是比较安全的 比较安全的 那再还是要再重申 开始服用必应药的数天后 我一两天服用 忘记服用 不至于导致必应失败 这也反而是停药 停药期间超过七天以上 过久才是失败的主意 这也是台湾妇产科医协会 我常常一直在引导 一般我们在使用正切的 必应药的一些方法的部分 以上 那想请问一下 因为这个是需要长期吃的药物吗 那如果长期吃事前必应药 它有没有可能会对身体 有什么副作用呢 好 那副作用各位不用太在意 只要了解它 那了解它你就会比较安心 必应药难免它长期使用 会有一些轻微的副作用 是可以接受 我想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副作用就是 我想在使用必应药的时候 我都要跟妇科专科医师来讨论 他会引导你使用哪一种必应药 那不要直接说 我要哪一种 是自己去亲朋好友 在引导的部分 这会落差 应该要询问医师跟药师的部分 那使用口无必应药 常常会发现液金量 刚开始会减少的部分 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必应药对大多数的人 对大多数的妇女 长期时间使用必应药的 不会造成任何的问题 服用必应药后一旦停药 一味抑制排卵的持近激素 跟黄体素 会开始减少 所以一般停药后 卵巢大约会在三个月内 恢复正常功能 所以一般有一些 讲怀孕的妇女 什么时候我必应药什么时候停药开始怀孕 这是已经提醒各位了 三个月内三个月后会比较好的 因为排卵功能会比较正常 那不规则的出血 包括少量的点状出血 服用必应药的常规现象 这是正常现象 在正常服用期间 怀孕的必应药 必应药的初期 可能会出现点状出血 但是这个点状出血 在几个月内会停止 产生耐受性的部分 大概一般就两到三个月就开始 这个已经造成习惯性 就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包括所谓的恶心 嘔吐 头痛 因为饮食习惯 导致会有一些胸部肿胀的部分 这个都是列入 这必应药的正常现象 这个时候是短暂时间的 那开始大概两到三个月 就会逐渐消失 如果以上我所讲的 包括点状出血 可能变成大量出血了 在使用必应药的期间 使用大量出血 它有可能就是造成 你本来就有这个子宫内蒙的问题 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那如果这样实现 一定要立即 行问妇产科医师 假使必应药产生的一些过敏反应 包括呼吸急促 气喘 身体肿胀 尤其是脸部起疹之 这个都是要列入过敏反应 这不属于副作用的 这属于过敏反应的部分 刚刚我们就讲 过敏跟副作用有所落差 那这属于过敏反应 这应该立即回诊 告诉医师的部分 确认一下 好 谢谢医师 那想请问一下 长期吃的话 万一说我们停用 想要有小孩子的话 那有没有可能会有造成 不孕的风险呢 好 这个大概我设立了一些 临床的医技 我想我们在这边 还是要有所责任的部分 根据美国波士顿大写 公共卫生研究的 2013年的最新研究 发现口病要长期使用的状况下 那以短期的使用 的确会造成所谓的 一些问题出来 但是问题在哪里 那甚至于有一些怀孕的研究人员 也在怀孕提出一个 一个临床发现在 2009年有做了一个结论 研究人员追踪了 6万多名的口病药的使用者 也确定他提药怀孕的机率 提药怀孕机率 那大概提药后 有20% 6万多名有20% 在第一座就怀孕了 第一座就感染怀孕了 那一年后达到80%的怀孕机率 所以原理上病药会不会造成不印症 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以临床的数据来想 所以以目前研究的显示 不会增加不印的风险 那这样子的话 它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肥胖 吃脂服药的过程中 确实 确实很多的使用避应药的女性 往往会焦虑说 好像比较变胖了 的确 因为避应药的主要基准是 磁性激素体内 本来就是一种体内的荷尔蒙 它会使体内的电解质 滞留在 把水分滞留在 滞留下来 所以造成水肿的现象 所以这个感觉自己变胖了 这是一个假象的部分 它不是真的变胖了 只是水肿的部分 那当然目前几乎所有 低剂量的磁剂激素 跟黄体素的避应药 以口无避应药来讲 现在研究证据显示 没有证据显示 服用避应药跟体重增加 有必然的结果 如果担心避应药会导致 体重会增加 甚至感觉自己 水肿的现象 我会比较建议 这时候跟医师 跟药师来讨论 是不是改用低剂量的避应药 低剂量的口避应药 比如说第四代的口避应药 我想也可以做一个考虑的部分 那因为时间问题 我们就把定义药的问题回答到这边 那就想要进入第二个问题 想要请问医师 因为网友表示家里很常会出现一些过期 没有吃完的药物 听说这些药物不能乱丢 会影响环境 那应该要怎么处理才会是对的呢 好药品一般各位民众就不用焦虑了 因为有时候轻盈药会造成囤积的部分 那药品一般储存在刚刚前面讲的阴凉处 包括所谓的比较适合的温度情况下 那使用时间 使用的时候要切热两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打开是不是你要的药品 第二个 切热期限是不是过期了 第三个 还可以增加 从外观上的辨识度 药品是不是有外观有改变了 包括所谓的味道 变色 斑点 滚膜有没有吸出 有滚膜有没有容易出来了 包括胶囊有没有变软 有没有破损 等等之类的 药水有没有混浊 有没有沉淀 这个都是 如果有以上的状况 就停止不用 那往往会造成过期难免 那民众除了可以 依照一般废弃物的方式 跟药品 当作废弃物的方式来处理 都可以 但是问题 要有一些方法来处理 那只有两个药品 不能随垃圾袋丢掉 一个叫做抗癌用药 抗癌用药它有一些 生态污染 毒性部分 因为它乳原素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管制药 什么叫管制药 抗抑郁剂 抗焦力剂 安眠药的部分 不应该水垃圾在丢掉 因为造成后细没办法处理 甚至于造成生态污染的部分 可以交给社区药局药师 来询问他 甚至交给医院的药师 协助处理 那请问药师 我们如果居家想要自己处理 我们是不是有六个步骤 可以提醒民众 怎么去处理这个药物 好 包括台湾前年会 药师工会 它也整理出了一些资料 那包括六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们将剩余的药水倒入加烟袋 药水的部分 药碗也是一样 第二个步骤 我们将药水罐冲洗一下 冲洗过的水 你不要直接倒在水槽 你应该顺便倒在甲链袋里面 那第三个步骤 这剩余的药碗 包括所谓的女博妆 这些碗剂的部分拿出来 起初全部集中在甲链袋里面 第四个步骤 将泡过的茶叶 剩余的咖啡残渣 甚至于用过的卫生纸 可以混合在药碗 药水里面 第五个步骤 将甲链袋密封起来 水一般的垃圾袋清除掉 第六个步骤 干净的药袋跟药水罐要回收 就以上这六个步骤 是由台湾中华民国前年会 药室工会所提供的一些信息 好 所以说除了一些抗癌药物 跟一些管制性药物之外 一般的药物可以透过这六个步骤 来去处理 那我们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三个问题 有时候看诊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医师有开止痛药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止痛药 可能药室要太强 会影响身体 那请问药师 药方中的止痛药 可以自行减量 或者是说不要吃吗 止痛药 有点上止痛这个概念 我想是很多人误导 那止痛药它分为两种 它分为两种 一种叫纯粹止痛药 比如说马肺癌症的部分 必须使用到马肺之类 它存止痛的 第二类是我们一般 包括临床上所使用的止痛 叫消炎止痛药 那受伤引起的肌肉发炎 包括肌腱发炎 退化心关节炎 内风刺激关节炎 包括痛风 重骨神经疼痛等等之类 都必须用到所谓的 非育类固存消炎止痛剂 那这个止痛剂的原理是抑制发炎 反应不是让你止痛而已 什么叫发炎反应 你受伤会有发炎 发炎物质分泌出来 就造成沾脸 你不去处理它 就会造成沾脸现象 所以往往做要做复健 拉得很久 甚至要开刀 如果这时候你可以做一个 这时候医生开的止痛药 你使用的情况下 它会抑制发炎反应 就是抑制前列腺素 前列腺素抑制下来 就不造成发炎 不造成发炎 就不造成沾脸 但是唯一让民众比较过病的部分是 这些止痛剂会造成胃肠障碍 甚至也会引起肝脏的损伤 甚至于肾脏的一个损伤的部分 所以不能随便加量 我们药师的立场 一定要提醒你 一定要使用 不能随便自己添加 比如说还没有止痛 就增加剂量 这个会造成肝脏的损伤的 甚至于造成肾脏的一个负担 那所以药师采生诊诊 用药专家 你一定要到社区药集 这时候可以询问社区药集的药师 我们如何来止痛的部分 是不是要增加剂量或减少剂量 这时候可以施行的部分 不能随意添加 OK 好 谢谢药师 那药师已经帮我们回复了 591是呼叫医师网站上面的内容 不知道现场网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询问药师的呢 想请问一下药师 有一个网友他说 他吃抗主治安会有心剂反应 那这个还能长期吃吗 抗主治安是这样子 为什么要使用抗主治安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过敏 过敏就是流鼻水 感冒流鼻水 那第二个是皮肤过敏 这个两个都使用抗主治安剂 那抗主治安剂 当然它有几个现象 第一个会引起噬碎 引起噬碎 第二个是皮肤会有过敏 所以包括 不是皮肤过敏 讲错了 是造成所谓的口干舌燥 甚至清光炎的患者就要留意了 那这时候要不要长期使用 事实上是可以跟药师医师来讨论 比如说你有类似的一些附中 没办法忍受的情况下 我们前面有提到过敏跟副作用的部分 你在重解一遍 你就知道我在讲的部分 那过敏反应一般 像这样的状况下 一定要直接处理 那副作用的部分 事实上可以多 这时候抗主治安可以多喝一堆水 甚至于要求 医师或者药师协助换成 比较过 造成失碎的部分 的一些抗主治安剂 现在已经有比较长效型的 以上 第二个问题想要请问药师 现在很忙就会有人看到 维生素D3是一般保健食品吗 他可以建议日常去食用吗 OK 维生素D大概有发表了蛮多文章的 那我想也引起医师 专业医师或专业人员的重视 那我们发现近年来的维生素D 不仅是维生素而已 它是一个营养素 它不是营养素而已 它只是一个我们把它列入在一个健康的荷尔蒙 那主要因为血中浓度维生素D如果切法就会造成相当多的疾病 相当多的疾病 已经可以检测 血中浓度可以检测 因为我们比较少晒太阳 比较少太阳造成一些 获悉我们包括发炎心脏疾病癌症等现象 所以我从国外2012年的临床大数据的情况下 大概有几千篇词发现 我把它汇整成9个一个好处 也发表在我们网络文章 甚至于在医院里面演讲的部分 我也特别提醒一些专业人 以共同研究的部分也得到一些回应 第一个本来在国际上 比较认同维生素D是在抑防骨质失忧症 第二个现在已经发现 它对保护心脏 甚至降低癌症的死亡率 跟洗肾患者的死亡率 扮演几足群众的角色 为什么 癌症患者因为这时候建议补充维生素D的目的 是可以增加化疗的作用 减低化疗的副作用 减低化疗的副作用 因为它可以抑制癌细胞的转移 抑制细胞的转移 是相当重要的 在这时候领域上 包括预防应付流产的部分 现在我们常常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应付了维生素D 怀孕期间血冻浓度 维生素D不足的情况下 出生的小朋友 气喘的几率非常高 这时候包括生殖科医师 包括现在的妇产科医师 也共同认同这个概念 所以现在应付也需要建议 那时候怀孕的时候 大量使用维生素D 可以使用到2000到4000之间 是没有问题的 那包括所谓的 帮助睡眠 帮助睡眠的部分 那这个都有一些 TAPER的印证 我想很多的临床印证 它可以当作我们日常生活保养的 主要的一个来源的部分 维生素D 大家可以来研究研究 我想这个是我提出的一个建议 建议的部分 好 谢谢老师 那因为时间问题 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避孕药的问题 他说他有朋友是透过避孕药 来调整月经的时间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好 必须要调整时间 当然我想那个延长时间 甚至于第一 旌旗乱掉的部分 他有分两个 要延长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只是持续吃高剂量 中方下 就可以延长 到你需要的时间停药 NC就来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因为旌旗不顺 比如说14岁小朋友 NC来开始有病剂精 或是年轻的时候 有一些恶意性减肥的患者 他造成经济不顺 这个是属于内肤壁失调 当然以前我们的概念 直接用所谓的荷尔蒙来调整 是可以 但是问题现在已经发现 往往是荷尔蒙流失 应该用荷尔蒙的方式 荷尔蒙的方式来补充 大概三个月 包括满年青春痘都可以改善的部分 现在皮肤科也慢慢琢磨这一块 那青春痘的治疗 除了一些固人干脉性 抗争素 甚至一些错装的药膏在使用以外 现在另外调整荷尔蒙的部分 要考虑进来 包括所谓现在最直接的DHEA的部分 DHEA的部分 也是得到一些国际上的一些 论文的支持的部分 可以做这样的调整部分 包括青春痘的调整 荷尔蒙的治疗 最终就还是荷尔蒙来先处理的部分 OK 了解 今天谢谢赵顺文教师来帮大家解惑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 向五九医师呼叫医师网站来问药师 那药师最后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醒观众吗 好 生病找医师 用药问药师 那想要健康 只要落实平常正常作息 不熬夜 落实精衡饮食 少油炸 少烧烤 高鲜 低脂 多输果 多喝水 勤洗手 勤洗手一定要 这个是未来病毒不断的滋生 不断的眼镜的部分 勤洗手 那平日更养成所谓的龟翼的运动 这可以让身体变年轻健康 充满活力 对健康有加分 也可以降低社会资源 建医疗资源成本的浪费 支出的部分 我想以上 好 今天谢谢赵顺文教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